1941年斯大林请求巴陆军出兵援助 毛主席果断拒绝 事后才知真高明 苏联曾是我国的盟友 在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的浴血奋战中 他们第一个向我们主动伸出援手 然而 1941年苏联要求巴陆军出兵援助的时候 面对老大哥的请求 毛主席却以力所不能及为理由 多次拒绝了苏联的球员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促使强大如斯大林也向中共求援 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是怎样的 为何毛主席对曾伸出援手的苏联态度 逆转如此之大 视频开始前 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近代以来 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深厚 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苏联在抗日初期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 1931年9月18日 日本发动的918事变震惊了世界 国民党政府的奉行不抵抗政策 东三省的大片领土 在百余天内就全部沦陷 七七事变后 我们更是到了民族威王之际 日苏关系本就紧张 而关东军在边境的频频骚扰 更是激怒了苏联 为此 意识到纯王齿寒的中苏两国 基于共同利益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远东边境安全 在8月21日签订了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这份协议也不是光做样子 苏联在物资和人力上的支持十分阔绰 不遗余力 仅1939年6月 苏联政府第三次提供贷款 就高达1.5亿美元 而在华提供技术帮助的军事专家 已经高达3365人 1939年12月 毛主席公开表示 抗日战争以来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真正援助我们 只有苏联 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 也公开承认 中国抗战三年来 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 实较自英美方面 获得之总和 多至数倍之多 新华日报发表看法 称 苏联在道义上乃至物质上 对中国的帮助举世莫及 可靠的苏联老大哥 给予了重大支持 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居民 助了一阵强心计 大大鼓舞了士气 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变化 苏联的对华政策 有着明显的变化 从1941年下开始 苏联的对华援助 不但日益减少 还签订了一系列 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 1941年4月13日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 内容很简单 只有两条 一是苏日两国保持和平友好 互不侵犯 第二条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若缔约国一方 对第三国展开军事活动 另一方应当全程保持中立 言下之意很明显 结合当时的背景答案 呼之欲出 一旦苏德战争爆发 日本保持中立 而一旦日美战争爆发 苏联也应当保持中立 更别提苏联的翻脸不认人 冠冕堂皇的宣称 要将外蒙作为苏联东部的 安全合法屏障 否决了当时中国对于 外蒙古和东北三省的主权 如此明目张胆 侵犯中国主权的不公平条约 日本更加嚣张 中国人民身陷险境 苏联的大国形象摇摇欲坠 国际上广泛谴责 其不道义之举 实际上 作为斯大林亲手缔造的军事强国 苏联沙文主义的尾巴 早早显露了出来 1939年9月1日 德国闪击波兰 第二次大战由此爆发 英法两国牺牲小国利益 采取了妥协的绥靖政策 德国迅速拉开了闪电站 声势浩荡 势如破竹 波兰 丹麦 法国战火的硝烟弥漫 整个欧洲大陆 在德国发起战争的同时 苏联趁虚而入 展开了对芬兰的不义入侵 并持着互不干扰 利益至上的理念 在英法与苏联协商同盟之时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震惊了世界 一心未立 违背道义的苏联 怎么也没想到 正是利益勋心签下的这份条约 让希特勒的野心不断膨胀 终于反噬自身 1941年6月22日 希特勒撕毁条约 兵分三路 突袭苏联 面对希特勒气势汹汹的阵仗 斯大林是否有所准备 面对德军攻势 他又做出了怎样的战略决策 面对德国俄猛烈攻势 斯大林请求巴陆军出兵援助 却被毛主席拒绝了 1941年5月1日 莫斯科红场正举行着 阅兵式纪念国际劳动节 沉浸在欢乐气氛中的苏联 对德国的阴谋还浑然不知 然而 德国早就拟定巴巴罗萨计划 尽管英国 中国 甚至苏联间谍 都向斯大林汇报了德国的阴谋 可盲目自信的斯大林 仍旧信誓旦旦 德国不会贸然进攻 直到德军兵临城下 苏联慌了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斯大林只能向自己的好兄弟 中国共产党求援 究竟是怎样的形势 促使了斯大林的球员决定 面对昔日老大哥的球员 毛主席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德军准备充分 面对550万的兵力 47200门火炮 4300辆坦克 2000架飞机 轻敌的苏联 在德国势如破竹的进攻下 溃不成军 正所谓 前有狼后有虎 原本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日本 也不甘寂寞 想要奋以杯羹 70多万关东军虎视眈眈 如若趁机而入 结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父辈受敌的情况 1941年7月 斯大林向中共发去了第一封球员 要求八路军对中苏边界集结的日军 采取强大的牵制行动 毛主席收到斯大林电报之后 第一时间便给身在华北的 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去电 我军需配合苏军作战 先做准备 待时机成熟再行动 苏联有恩于我们 一旦有难 必将拔刀相助 毛主席立刻表明了态度 不过深入思考之后又补充到 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 长久的配合 不是战役的配合 一时的配合 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我们同情支持苏联 但是面对苏联的出兵指示 明确表明了只配合 不作战的态度 毛主席的决策 无疑是非常明智的 回头看看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 我们不难发现 毛主席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 正值抗自1941年开始 日军就集中力量进行扫荡 清香和治安强化运动 大量抗日民主政权摧毁 八路军 新四军的人数 更是生生从50万减少到40万 可惜祸不单行 天宫不作美 同年爆发旱灾还有重灾 粮食颗粒无收 许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 只能活活饿死 所以 无论从当时八路军的人数 还是武器装备来看 面对苏联的指示 我们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本无法和日军进行正面交锋 面对中共只做出态度上的表率 却没有做出具体的行动 斯大林灰心丧气 1941年9月 德国进攻莫斯科 苏联军队殊死抵抗 正当莫斯科保卫战 打得如火如荼之际 斯大林突然截获了一封 日本有意进攻苏联的电报 这让斯大林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日军的兵力不容小觑 苏联大量兵力都集中在莫斯科 分身无力的斯大林 只好再次与毛主席联系 尽管斯大林交集万分 毛主席也只留下四个字 拒不出兵 面对毛主席如此绝情地回复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勃然大怒 你想要苏联获得胜利 自己却又不积极 可是面对多方面的压力与职责 毛主席仍旧保持镇定 他深知只有动用全部兵力 牵制日军的阵脚 死死守住中国的土地 才能让苏联免出后顾之忧 尽管被多次拒绝 但是面对国家安全 不容有半点马虎 于是斯大林又于同年11月求援 希望中共派出巴鲁军向长城一带进兵 12月又希望中共派出巴鲁军 向内蒙古和蒙古的交界处 接受苏联的新式装备 但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果断地回绝 表示我军现在正处于恢复阶段 无法派兵支援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 在苏联软磨硬炮多次求援下 毛主席最终是否改变了决策 1941年苏联多次求援被拒 危急时刻 毛主席的一个决定救了苏联 1943年初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 包围了33万德军 日军仍旧虎视眈眈 为追求保险 他向中共发出第六份请求支援的电报 然而就在谁都不抱希望的时候 毛主席竟然欣然同意了 立即派遣军队驻扎在长城内外 伺机向东北进攻 在战争迎来尾声之际 毛主席的决策体现了大智慧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毛主席此前面对斯大林德球员 虽然拒绝得很果断 但并不代表着他不关心国际战场 实际上 毛主席时刻关注着苏德战场的一举一动 自然明白此次请求 对于整个反法西斯战场来说 都是尤为重要的 这样一针定心计 确保了苏联没有后顾之忧 一股作气便赢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以此为转折点 德国节节败退 同为轴心国的日本 也在太平洋战场上显露疲态 胜利的号角很快就吹响了 1945年4月30日 苏军攻占了柏林 宣告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战场的胜利 同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标志着世界第二次大战的结束 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但是仍有人对中国的贡献有所怀疑 指责我们在苏联遭遇困境之时 屡次拒绝援助 只是在最后占了光 在民间有一种看法 认为如果中共及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去做 那么整个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 将会大大加快 不过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在1941年到1943年间 毛主席听从斯大林的要求 那么革命军队就会被大部分消耗掉 显然 如果日本一投降 中国共产党人就只能听任国民党和美国人摆布了 这位学者的看法也透露了影响毛主席判断的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二战期间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族矛盾上升为了主要矛盾 著名的远东问题评论家阿瓦林在 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太平洋战争的新阶段 一文他赞扬道 中共在游击区开展了特别强有力的活动 在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 中国人民对这些进步力量 寄予很大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注重大局 以民族利益为重 兵势前嫌 倡导第二次国共合作 积极配合苏联的要求 但在国共合作的兵面下 仍然暗流涌动 政治上的斗争如影随形 晚南事变仍然让人心有余悉 中共拒绝奋出兵力援助苏联的决定是合理的 显然 国内不仅面临着日本的侵略 同时也面临着与国民党的多方势力角逐 在根本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还想着为苏联雪中送炭 只会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命运 好在如此危机的关头 作为中共的领导人 毛主席始终保持镇定 在恰当的时机发力 既助力了苏联 也保存了自身的力量 反法西斯胜利的号角吹响 隐藏在抗日战争胜利喜悦背后的 使国共双方新一轮的角逐 保持力量的中共 以抖走昂扬的姿态 展开了解放战争 回过头看 斯大林要求我方出兵 这本身就是不顾我国安危 牺牲我国利益的自私做法 一旦八路军与数量悬殊的日军 进行正面交锋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 感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是如此复杂交错 又是如此瞬息万变 中苏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双边关系 受到战争局势 国际政治 以及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 虽然有共同的敌人 但两国在具体的战略目标 资源分配和外交策略上存在差异 让人不得不设防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敌人 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这让后人不禁嘖嘖赞叹 毛主席的决策是多么的高明 多么的正确